深哲深谈 深度思考我们的世界 前面我们说了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第一次政治斗争 是以毛泽东的失败而告终的 不过毛泽东这个人他是胆子比较大的 他也精通政治斗争的技巧 他在毛泽东的一生中 他已经经历了很多次的政治斗争 当然也有失败的也有成功的 一般我们毛泽东大概是有一半左右 他是斗争是成功的 一半左右我们是失败的 但是在一些关键性的斗争中 毛泽东还是胜利了 毛泽东他绝不是一些人 那么把他神化的或者妖魔化的 像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一个神人 毛泽东他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就是他也是经常会犯一些错误 经常是要失败的 我们再反过头来看 那么毛泽东和刘少奇 这第一次政治斗争 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大致有三个 第一个是毛泽东 他小看了刘少奇的微信 他认为自己登高一呼 其他人就会跟上 其实他是小看了刘少奇的微信了 第二个呢 毛泽东他有点超之过急 本来毛泽东他在上市财经会议上 你把刘少奇的左膀右臂 搏一搏拿下就可以了 可是毛泽东就有点心急了 他想一鼓作气 把刘少奇也给搞下来 搞了一个叫做批驳涉流 结果呢 反而他是输了 比如说你这个超之过急 反而是着急吃不了热豆腐 所以 第三个原因呢 其实也是更重要的 就是那些高官们 就是那些高级干部 他们并不愿意看到 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 发生一种翻脸 发生一个斗争 他们是很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毛泽东和刘少奇 如果是闹翻的话 那在党内 毕竟要进行一场大的洗牌 进行一场重新的权力格局的分配 那么现在的那些 现在正在当官的时候 要当权者了 正在坐在那些当官的位置上的人 他们都是当前这个体制的 他的受益者 就是我当官的人 当然是受益者了 所以他们很不愿意改动 现在的体制 他们认为现在的体制 不变是最好的 他们绝不愿意来一次 翻天覆地的大变动 因为再次大变动以后 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当上今天这个官呢 所以大家就觉得不变是最好 所以真的特别不愿意看到 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 发生这种冲突 发生这种很大的动荡 他们是非常不愿意的 所以毛泽东想把刘少奇换下来 这些高级干部们 官员们都是基本上是不同意的 比如说当时的这个习仲勋 就是现在这个习总书记的父亲了 他是这样说的 就是少奇同志 作为主席的助手 代理中央日程工作 差不多十年了 现在突然提出来 换掉他 这是不合适的 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不利的 新中国刚建立 一切还都要团结为主 不能东搞一下西搞一下 让敌人看我们的笑话 习仲勋这个意见 其实代表了当时候 绝大多数党内干部的意见 他们不愿意 随便动刘少奇 他们愿意维持现状是最好的 所以说毛泽东 因为这上面的三个元印台 和刘少奇的第一次政治斗争 毛泽东他就输掉了 当然了 毛泽东这个人是从来不会服输的 那么他还是要再来再干一场的 那么毛泽东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时候啊 突然冒出一个饶恕时 他给毛泽东添乱了 饶恕时他在中共党内 是所谓叫做单干户 就是他没有很明显的派系 饶恕时他既不是毛泽东派的 也不是刘少奇派的 也不是周恩来派的 如果你硬要给他分一下的话 就是饶恕时是靠近周恩来派的 但也不是周恩来 也不是周恩来派的核心队伍里面的人了 所以呢 在这个当时邓小平是这样说 饶恕时的 邓小平说 饶恕时是个单干户 饶恕时 他钻抓同志间的小辫子 善于钻同志间的小空子 饶恕时平时韬光养晦 不到关键时刻不伸手 那么就是刘小七也说啊 饶恕时是一个单干户 其实啊 在中共党内像饶恕时这样 单干户其实也还是不少的 他们不属于某个派系 他们就是靠业务吃饭的 就是那种实干家了 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陈云 还有后来1976年 被毛泽东提拔为接班人的华国锋 他们其实也都是单干户了 他们没有自己的派系的 所以呢 在各个大派系之间 如果发生激烈斗争的时候呢 这些单干户如果你把握的好 节奏把握的好 那么也能于庸得利 比如说陈云和华国锋 其实都是于庸得利的单干户了 他们也没有做什么事情 可是在各大派系斗争的时候 他们就于庸得利 反而让他们上位了 当年啊 饶恕时他能够当上 就是华东局的第一书记 其实也有这个于庸得利的 这个因素在里头了 因为他是单干户 如果他不是单干户还不一定轮 就是还不一定轮到他来当 不过呢 到1953年所谓五马进京的时候啊 这个饶恕时呢 就被拼拔无故的就降离籍 从副总理籍呢 就降为部长籍了 关于这件事呢 我们在第一讲曾经说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们的第一讲 饶恕时他到这个中央组织部当部长之后呢 常务副部长安子文 他根本就不把饶恕时这个单干户放在眼里了 因为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亲信 他从1945年就开始当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了 到1953年他已经当了副部长是差不多快十年了 所以说呢 这个安子文在这个中处部里面绝对是一个实力派 是第二号人物 如果说按照党的这个规章程序来说呢 在中共党内啊 负职就是负责组织工作的呢 最高负责人是刘少奇 那么下来应该是中处部的部长饶恕时 第三位才应该是这个安子文了 可是呢 当这个饶恕时就是接管了这个中处部当部长之后呢 安子文呢 就根本就好像不买饶恕时的账 他经常就绕过饶恕时 直接和刘少奇去汇报 直接就请示刘少奇 直接就把事情给办了 这样呢 等于就把饶恕时给架空了 饶恕时就没有用了 大家做什么决定讨论什么事情 也都不通过他 因此啊 就是饶恕时就多次的批评这个安子文 说是你严重违反组织原则 有事情他不找这个饶恕时 他要越级汇报 他说你这是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越级汇报是不可以的 可是呢 安子文就根本就不买饶恕时的账了 他不仅要反驳饶恕时 而且经常和饶恕时还发生一些争吵 这样一来呢 饶恕时对安子文肯定是很生气的呢 就是这个安子文就很不给饶恕时面子 让饶恕时在中央部里就没法建立起威信来 所以呢 饶恕时对安子文很生气 当然他对背后支持安子文这个刘兆琪也同样的是非常的生气 在饶恕时看来啊 这个刘兆琪和安子文就是他们俩的联手起来 要把自己挤出这个中央组织部 基于这么一种情况的 饶恕时就自然而然就产生出一个反刘兆琪的一种念头了 所以到高岗啊高级反刘兆琪的大气时候呢 饶恕时他就立刻就跟上来了 饶恕时他知道了这个安子文私下搞的 所谓叫做有伯无林那个八大政治局名单 这个名单呢我们在第九讲讲过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们的第九讲 那么饶恕时搞到这个 知道这个安子文这个有伯无林的政治局名单之后呢 叫做如获之宝啊 他认为这是搞掉安子文的机会来了 因为你私自拟定这个政治局名单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了 按理说你至少应该撤掉这个安子文这个宗族部副部长的职务 所以呢这样一来呢如果把安子文给撤了 那么饶恕时得等于拔到一个眼中钉了 可以出一口气了 所以呢饶恕时就对这个安子文啊私自拟定这个八大政治局的名单这件事呢 就给他倒出宣扬大造舆论呢 试图啊就一举把这个安子文给扳倒 顺便呢也报复刘少奇了 所以呢我们说饶恕时反对刘少奇的动机啊 和高纲反对刘少奇的动机 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动机是完全不同的 高纲反对刘少奇呢主观上他是对刘少奇不服气 客观上呢是来自毛泽东的受益了 就是毛泽东让他就这么干的 可是呢饶恕时反对刘少奇呢 他并不是毛泽东让他干的 毛泽东从来没有受益这个饶恕时去反刘少奇 饶恕时他反刘少奇就是因为他自己受到刘少奇的这个排挤迫害 当然做迫害这个次可能有点过分就是受到刘少奇的欺负吧 所以他就出于新种的这种个人的这种个人恩怨 一种弃怨所以他来反刘少奇 当然虽然说高纲和饶恕时这两个人反刘少奇的动机不一样 他们两个行动是高度一致的 都是一致针对刘少奇去的 饶恕时他知道安子文私下搞的那个有薄无灵的八大政治局名单之后呢 他就质问安子文说 你为什么搞八大政治局名单 为什么要背着我搞 为什么不能让我知道 这个安子文的蜘蛛乌乌他当然就不说话了 饶恕时可以猜得出来 这个肯定是刘少奇是让安子文搞的 安子文本人肯定是不敢搞这样的事情了 其实当时候中央的那些高层的那些领导人 也都知道这个名单肯定是刘少奇让安子文搞的了 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可是没有人能把这个话说出口来 只有这个彭德怀这样心知口快的人 他就把这事情给说出来了 彭德怀就说 安子文自己哪来的胆子写这个名单 还不是有人让他写的他才写的 所以说彭德怀就把这个事情给挑明了 就说安子文不是他自己写的 是别人让他写的 这个饶恕时他对这个安子文这件事情 他是要揪住不放的 因为他把这个安子文把它搞倒 所以饶恕时就在这个宗主部里面就开会 就要批这个安子文 要安子文承认错误 不过安子文当然他也仗着 一来这件事也不足以整导刘少奇了 二来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把这个名单闹出去的话 下级的党员会认为你们上层中央都是在搞什么阴谋诡计了 他们会对这个中央会疑神疑鬼 就对这个就是有损于这个中央的威信 所以毛泽东不愿意把这种这个私下搞名单的事情给闹大的 当时毛泽东让高岗看名单的时候他也就嘱咐高岗你不要扩散 可是高岗他嘴不严了就把这个名单给扩散出来了 搞得毛泽东后来就不得不给高岗擦屁股了 所以就在1953年9月21号的晚上 毛泽东当时在这个东南海西楼会议室就召开 就是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会议 在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就特别说了这个安子文的事 毛泽东就说了安子文擅自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 这是错误的 因为这样呢可能影响中央同志之间的团结 不过呢毛泽东呢又决定了对这个安子文呢 他是要重新处理 就是不要就是没有给这个安子文一个比较重的处理了 当时给安子文的处理只是一个 当面警告处分 因为这个当面警告处分 其实在中共党面是一个很小的处分的 和不处分也差不太多了 这也就是因为毛泽东不想把这事情是闹大 因为你要很重的处分 安子文把这个事情闹大了以后 对他们这个毛泽东本人对党中央也没什么好处 不过呢这个从饶恕史的角度来看呢 因为这个安子文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居然还没事只是给了一个小小的当面警告处分 这个好像这样子也太不公平了 所以饶恕史他心里就不服气了 他还要继续利用这件事情上继续来搞安子文 就过了这个半个多月吧 就是在1953年的10月10号 这个时候呢 就是中央啊就召开全国主事工作会议 这一次呢 正好高刚啊 他去就是高刚去南方去休养去了 所以高刚啊 他本人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了 而这个高刚的亲信就是张秀山 就是所谓高刚的这个五虎上将之一了 当时候张秀山啊就代表 就是东北局在全国这个组织会议 工作会议上他就做了一个震撼性的发言 张秀山的这个发言啊 其实他是来自毛泽东的受益了 由高刚组织人呢 就策划搞搞出来这么一个发言 张秀山的这个发言的震撼性啊 他是在于什么呢 就是张秀山提出 就是中组部对这个叛徒啊 你重用叛徒 没有把这个叛徒啊 这个事情重视起来 张秀山他是这样说的 他就说 中组部对于一些 曾经在革命严重关头脱党退党叛党 而在革命高潮时又回到党内来的分子 处理得不严 中央组织部对革命胜利后 投机分子脱党退党叛党分子侵入革命队伍 没有足够的警惕 反而轻易的信任这些人 那么张秀山的发言呢 他明显的是指着刘少奇啊 他重用所谓 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的问题 这个薄一波等人这个60集团 就是60亿人叛徒集团的问题呢 在文化大革命又再次给提出来 再次给揪出来了 这件事情呢 我们以后再细说 这里呢 我们就暂时就不说这件事了 所以这个张秀山本来提出来是要是 揪刘少奇他们的历史问题 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呢 刘少奇重用的这些人呢 他们都是有历史问题的 据张秀山本人回忆啊 在他这个发言之前 毛泽东还亲自召见了他 那么毛泽东啊就问张秀山 毛泽东说 听说你要到组织会议上发言 讲些什么呢 张秀山呢 就把他要发言的一些大致内容 就讲给毛泽东听了 毛泽东听了以后就说啊 我支持你的意见 你可以去讲 所以说呢 毛泽东还是支持张秀山去 搞这个所谓叫做 60亿人叛徒集团这个问题 当时在这个 就是中央组织部会议上啊 张秀山提出来 这个刘少奇 重用这个61人叛徒集团的问题啊 果然呢 是在会上引起了一个很大的震撼 但是张秀山的这个震撼呢 很快的却被另外一个 更大的震撼啊给压倒了 那么反而不重视张秀山的这个震撼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这个饶术时 他不满对这个安子文 这么重新就处分了 所以他在这次全国组织会议上呢 他又再次把这个安子文这件 叫做有伯无林的 这个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事情 他又给他又提出来了 在这个会议期间啊 饶术时机上 他的旧部 就是华东 这个华东局的组织部部长刘晓 他在大会中啊 他是这样发言说的 刘晓说 安子文同志甚至背着党中央 背着毛主席 撕拟政治局委员名单 同志们呢 有党以来文所未闻呢 简直吃了豹子胆了 不经过党中央 不经过毛主席 就愿大笔一挥 谁可以进政治局 谁不可以进政治局 他一个人就可以拿方案 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是不是有人受益 我看这是一种反党行为 这是企图篡党夺权 这个安子文 这个私自搞的这个 有伯无林的这个 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 这个事情啊 他震撼性 当然是要高于这个 博一波他们这个 六十亿人叛徒集团的问题了 因为这个六十亿人叛徒集团 是一个历史问题 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而这个八大政治局 这名单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刚发生的问题 所以大家对这个事情 反而是更关心 一下这个热点 就全跑到这个 所谓叫做八大的政治局名单上去了 而且呢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华东这个组织部部长 刘晓巴 安子文搞这个有伯无林的 这个八大政治局名单啊 他上升到篡党夺权的这个高度 更是在户上就炸开锅 你讲这个篡党夺权的事情 都提出来了 那是非常严 就是一个非常很严重的问题了 所以一时间 大家对这个事情都是 也就是说 不知道怎么怎么一回事 会上就是小道消息 也就是所谓满天飞了 大家都疑神疑鬼 这是怎么一回事 而且呢 搞的一些这个领导人之间的 这个关系比较紧张 领导人之间好像互相 哎 是不是你们在后面是捣鬼啊 大家都怀疑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个毛泽东是本来的意思在这个会议上啊 他是想利用这个张旧山提出来这个所谓薄一波等人这个六十人叛律家的历史问题 从历史上来整一整理得上去他们这批人 可是呢 没有想到呢 被这个饶恕时期找到借机发难 饶恕时期这个大批安子文啊 就把这个会议的大方向就给扭转了 那么就与毛泽东的原意啊 就是大相径庭 就根本就是 完全就是会议方向 就完全到了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会议开到这个地步 当然也不能再看 因为会上大家都互相猜疑 疑神疑鬼的 这个会好像就没方向开了 于是呢 只好这时候中央就宣布 会议就是暂停 完了以后呢 就是刘少奇啊 就象征性的批评了一下这个安子文 以后呢 刘少奇又做了一个自我批评 这个会议就是操作的就结束了 所以呢 我们看这个 所谓叫这次这个 这个全国的主持工作会议这个事情 本来在这个会议以前呢 毛泽东其实召开饶恕时的人开过会 就说这个对安子文的处理 我们已经处理过了 这个事情就应该就 就此为止就结束了 可是安就是 饶恕时呢 他对这个毛泽东这个处分啊 不服气 他还要要发泄私愤那种感觉 所以他对这个安子文不依不饶 在这个会上又继续出来 要批判这个安子文 他呢就等于是破坏了毛泽东的这个战略部署了 就使这个毛泽东就陷入被动 这也使毛泽东就非常恼火 对饶恕时这个人就非常恼火 所以啊 后来毛泽东在处理高纲的时候 就把饶恕时一起烧带进来了 确实这个饶恕时这件事情是搞得毛泽东很恼火很被动 我们前面说过饶恕时他是个单干户 没有过硬的后台 其实他应该本来应该很小心谨慎 你不能得罪人了 当干户你没有那个本钱了 可是为什么这次饶恕时又高高跳出来反刘兆琪呢 我们估计啊 可能是因为他的心理落差太大 他被愤怒啊 就是迷糊了心智 我们可以想想看 想当年饶恕时在华东局当第一书记时候 那是一言九鼎 他说了什么就是算的 那没人敢对 都没有都没有人敢反驳他的话的 可是呢 他现在到了北京以后 不仅降了职 而是饶恕时说话都没有人听了 而是饶恕时他还要被安子文和刘兆琪 联合杰带还欺负他 更是让饶恕时感到所谓叫做心中的这个无名怒火 就是无处发泄 这个人一愤怒起来啊 就会理智就会失控 所以这个饶恕时啊 他应该是被这个刘兆琪这种欺负吧 可以说是就是气的就冲昏了头脑 就犯下了不可挽回的大错 饶恕时如果这个时候人也气 应该是这件事情应该和他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可是饶恕时当时可能实在是太气了 就是一下就发作起来 结果就变成无可挽回的大错了 好 今天呢我们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前来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敬请有兴趣的朋友们继续前来观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